我們看課本六十四頁 第二段這裡 第二段的第五行 前面說到 這個阿涵經 被傳的雜阿涵 跟南傳的相應不 這些次第跟部類的不太一樣 被傳的是以修多羅為開始 南傳的是以祭宋為開始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差別 被傳的其實 以修多羅為開始的還比較接近 古上座部 再說到義理方面 南傳北傳都是加入自己自部的見解 所以流傳在世間的阿涵經 都是部派佛教 那很明顯的 被傳的雜阿涵 有加進去三四十有的這樣的一些經典 那麼這一些三四十有的說法是 南傳相應部所沒有的 那南傳的次同諜部主張現在時有 所以相應部 南傳的裡面講到四十四字 那麼說到法字跟類字 那麼類字是過去未來的 那麼雜含經沒有說到法字跟類字 那南傳的有 一三四而有言說 相應部有言入經 廣說現在現有 過去曾有 未來當有 好 那麼現在現有這個是實有 過去曾經有未來當有 這個是依現在有而施設過去未來 當有或是曾有 那麼這個是現在有的 北傳沒有這樣說 因為北傳是講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所以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部派 他一定會加入支持他部派的這些經 那麼這些經很明顯的是自己加進去的 那也不屬於根本佛教 也不屬於原始佛教 那他就是屬於部派佛教 那麼這一切有部明一 就是明白的一三四而有言說 建於中阿涵的說出經 那中阿涵我們知道 中阿涵跟札阿涵 被傳的中阿涵、札阿涵 都是說一切有部的經 那中阿涵也是有部分的經 那麼有可能一開始 他們是從札阿涵經移過去的 但是這一些 不管是中阿涵還是札阿涵 那當然我們沒有看到有部的正義阿涵 跟有部的長阿涵 如果有那應該也可以找出 特屬於有部的這些經典 應該也可以 那麼說三四有而不加簡別 此經赤同結部編入真之部 也分別說過去曾有以未來當有 就一樣這一部經 但是它就兩個就不同了 就分別依各自部派所依的 那麼來說 所以這是現在有說 就是赤同結部的現在有 那麼也可以這麼說 部派大多數 部派裡面大多數是主張現在有 過去、未來、曾有、當有 那說一切有部是主張三四都實有的 部派的根本意義 都已經載入至部聖典 當然不是原始佛教所固有 所以我們就是把 把佛法分成根本佛教 佛陀再次說的 我們把它叫做根本佛教 這是方便我們分別 大家設結局的是原始佛教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部派佛教 因為已經有部派的痕跡在了 又如明色的明 這個明基本上有幾種解釋法 在經典裡面如果我們把它全部拿來解釋的話 那有不同的解釋法 那有些明就是指色受想行 受想行事 明色,色就是色 那明就是色受想行 那有一些有時候明又指受想行 就是受想行事 有時候明是指心法 就色跟心 那這個明色,明色 這個明指受想行事 有時候只是指受想行 事也明色,明色也明色 所以就有不偏向於解釋 它是這個人在入胎 三四兩從英國裡面 人在入胎 就是六根還沒起疹的那個胎兒的那個階段 那個叫做明色 所以如果簡單來分明色 明色在阿漢經裡面大概有三種說法 一個就是明就是指心 包括受想行事 一個就是除了事之外的新手受想行 一個是指這個還沒入胎 一三四兩從英國來講 胎兒還沒完整發育的那個階段 叫明色 好,那現在來看 明色的明 南傳的相應部解說為受想施處作業 好,那這裡就是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受想,一般我們講受想行事 或是受想行 那這裡是受想施處作業 好,那在扎阿漢裡面有時候只是講受想施 那麼受想施是從哪裡有的 從處來的 處聚受想施是這樣 那這個一般只是講受想施處 那這個,你看我們來看它 那它是論,論意 就有受想施處作業 好,那扎阿漢解說為事無色因受想行事 反之相應部解說 解說無名為於苦及滅道的無知 極為簡要 那無明 那無明相應部說是不知道苦及滅道 扎阿漢的無明就很多 但主要就是不知無我 主要是不知無我 但是它就寫了很多種無明 我們來看 不知前跡 懶無清淨分別皆昔不知 就講了很多 這個在五韻那邊就有講了 前面幾經就有講了 十足是論思的分別廣說 但是簡單講的也有 那廣列的也有 又如相應部處處說無常苦無我 雜喊處處說無常苦空無我 就是相應部跟 就是南傳跟北傳 北傳明顯的有講空的多 那麼特別是它的核心 從第一經到第五經 就講無我 可以從第一經到第四經 無常苦空無我 那麼就放在最重要的前面四經上 這個可以說是無我的核心 就無常苦空無我 但是相應部它只有無常苦無我而已 沒有講到空 或以為空是說一切有部所增加的 所以因為沒有空 但是不一定 我們再來看 它是說 雜喊經說 此無受陰 情方便觀 如病如庸如刺如殺 無常苦空無我 與此相當的相應部 這樣說 如理思為無取運無常苦 病庸刺痛 病他壞 空無我 一樣有空無我 就前面的無常苦 那麼觀察這個苦裡面 如病如庸如刺如痛 病如病如他壞 然後空無我 病到壞都是說明空的 就是說明這個空的 無常苦空的 可見無常苦空無我 有時候講無我 有時候講非我 那我們想一下說無我跟非我 那一個是偏重在 這稍微這裡稍微說一下 暗經裡面常常會有所謂的無我跟非我 那這個其實純粹是翻譯的問題 無我 非我 那麼這個都是否定 那佛法裡面講無我 那怎麼樣 無我不是沒有我 這個很容易講成沒有我 沒有我 那這個是 這個非我其實是不是我 那沒有我很容易 有時候你誤會了 就斷滅 像這個阿伊多 就是他也講無我 但是他的無我是斷滅的 就是沒有我就是什麼都沒有 這個沒有 沒有 不是沒有我 只是 沒有這個我 沒有這個我 這個自信的我 所以有時候我們 比較常翻的是無我 但暗暗經裡面有時候 一樣同樣一本 同樣一本 全都拔頭頭翻的 有時候翻無我 有時候翻非我 那非我就是不是我 那不是我 這個很容易落入 有時候你不小心就落入斷箭 那這個有時候 就會落入常見 因為他說不是我 那就是另外一個我 就是另外一個我 那其實這個是語言上 有時候本來就不容易 所以後來都 講是這樣講 離言語相 離文字相 就是 這不是就是 不是這個那是另外一個囉 不是這個我 那是另外一個我 不是 沒有我就沒有我 全部都沒有 那其實他是非常悲斷 但是有時候講無我 有時候講非我 我們看這個暗暗經裡面 慢慢你就會發現到 有這樣的一件事 那我們在思維的時候 那我們思維無我 很容易落入斷面 就沒有我嘛 無我 就沒有 那非我就 不是 不是我 但不是我是什麼 就變成另外有一個 那類似像這樣 好 那現在講到無我跟非我 好 那這裡 他說 結集的經說 有文庇錄 不是千篇於律的 有文庇錄它是這樣的 大家設結集的時代 他大概也是採取這種標準 五百阿羅漢 只要說得出來 這些來參加的阿羅漢 各個都是三明六通 沒有三明六通 還不能參加呢 那麼 三明六通一定是有滅禁定 一說一切有不的說法來講 你俱三明六通一定有滅禁定 就是有很高的定 心解脫會解脫 好 那麼 所以 只要是他說出來的 即使不一樣的 都同案並列 大概也是這個標準 然後再結集 所以你看阿安經裡面 又有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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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個 他們每個記憶都不一樣 大概都同時尊重 那後來 大家是滅後 就過一百年 部派慢慢慢慢傳出來 就是 大家是結集之後 就開始慢慢有傳出來 那麼有一些也是 這個 佛弟子說的 誰說的 誰說的 就開始 有部的這個裡面 也有記載 很多人說的 然後 古大德說的 上座說的 就開始 也是 那麼 就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 大概也是這樣 因為除了這些 三明六通的阿羅漢之外 還有很多阿羅漢出國 二國三國 就算沒有正阿羅漢 他親自聽佛說的 難道他沒有正阿羅漢 他聽的就錯了嗎 也不是啊 那麼 所以這一些 後來明顯的非常多 所以才會從 才會從一部阿涵變到四阿涵 就是這樣 那麼 這個通常都是採取 有文庇錄的 到了 不派分發 偏重某一說 於是不免以別步差異 那麼 有文庇錄 他基本上 他的意思是說 雖然是有文庇錄 但也不是 所有的經 對的 不對的 他也是要有所檢責 那麼有所檢責 一定會跟自己相應的 選得比較多 一定是這樣的吧 所以他就是會偏重某一說 於是不免都以別步差異 開始 過了十年 有一兩步不一樣 過了五十年 有十幾步不一樣 過了一百年 就三十幾步不一樣 就慢慢多慢慢多 開始差別多了 原始聖典的文具 經過不派分發而長期流傳 多少會有增見 一定是這樣子的 這一句話 經過幾個人 再經過幾個年代傳 就不一樣了 於且施錄論的摄氏分所依的經本 以送一雜寒也多少有出入 就是 這個就是年代 它同樣是說一切有步的 可以看出來 可以看出來 於且施錄論 因為前面就講過嘛 於且施錄論 摄氏分解釋的就是 說一切有步的雜寒 但是 即使拿來比對 把於且施錄論的文具 跟這個 雜寒來做比對 那麼也有些不一樣 不純粹是翻譯不一樣而已 因為這個經 是求那巴陀羅翻的 但是 雜寒的這個論 這個是玄奘大師翻的 那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 即使是這樣 同一個版本 應該依的是同一個版本 但也多少有出入 宋益的雜寒 益出的時代 遲了些 而益者 求那巴陀羅 但是 他是南北朝的流宋 的時候翻的 那麼 他說 逆出的時代 詞是跟其他的阿寒經做比較 跟其他的阿寒經 都是在這個 這個雜寒經算是比較後翻 翻譯出來 那 逆者求那巴陀羅 是一位 維新大乘士 除了雜寒之外 他翻的都是 真常維新的經典 比如說 大法古經 聖曼經 仁邪經 央訣摩羅經 這全部都是真常維新的經典 那 甚至是往生咒 也是他翻的 我們念的往生咒也是他翻的 那他也翻阿彌陀經 那阿彌陀經後面加往生咒 就是求那巴陀羅的版本 那是一位維新大乘士 就正常維新了 那 所以 異文中 偶有大乘的名義 有時候會加一些大乘的說法在裡面 如佛為阿難說 正法律聖 那 說到了大乘 那麼 把它對照余解釋地律的解釋 並沒有解釋大乘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求那巴陀羅 把它翻成大乘的 與此相當的相應不 是沒有大乘字樣的 就沒有 那麼第二個 雜寒經說 與如來所起淨信心 清淨的信心 根本堅固 世間無能拘壞其心 是明信根 這是阿寒經本意 又說 若聖地子于如來發 菩提心 所得盡信心 是明信根 菩提心 是大乘所說 那 所以這個 雜寒經中 講大乘講菩提心 很明顯都是翻譯的人 自己加入的 那麼這一部分在其他的經典裡面 也可以看得到 在大乘裡面也很多 北魏滅佛的時候 很多經典燒掉了 那麼後來他的 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的時候 很多經典都燒掉了 也是在南北朝的時候 那是第一次滅佛 那後來他的孫子 文臣帝繼位 那一個談藥 又要恢復佛教 就寫了很多經典 憑他的記憶又把很多 因為要流傳嘛 因為那個時候經典都燒掉了 就 依他的記憶就寫了很多經典 那經典裡面 就把他這個奴家的觀念放進去了 把武界跟武常殺到一望久 配仁義離之心 那麼很明顯的這個是 這個不可能 印度不可能講仁義離之心這種 這種無常 然後 但是他認為理念一樣 就把它放進去了 那麼這個就是加進去的 就是這些概念基本上 在印度是沒有這種概念的 比如說 《無量壽經》裡面 也明顯看到這個 因為《無量壽經》裡面在翻譯到 這個極樂世界的這個鳥唱的歌 那麼他就講到工商絕之語 五音 那麼 印度沒有五音這種概念 工商絕之語 這個是中國的五音 印度是講八音 他沒有這種工商絕之語的概念 但是 就是到了這個地方 用這個地方的概念放進去 他變成這種 這種在經論裡面其實也蠻多的 大聖經典更多 那有一些是 把印度的概念換成中國的概念 有些是原來中國的概念 印度沒有這種概念 那這一部分其實 你稍微分別一下就知道了 那像 在阿安靖裡面其實沒有講到 所謂發菩提心 但有沒有菩提 有 菩提就是正絕而已 就是阿安靖裡面的菩提心 跟大聖的菩提心是不一樣的 阿安靖的菩提心就是要解脫的心 其實就是出離心 菩提就是正絕 那後來我們 所以後來 龍術菩薩就講了三種菩提 生文菩提 元絕菩提跟佛菩提 菩提原來是正絕而已 那你也會發現到 他有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 不是大聖的無上菩提 他純粹就是解脫 是究竟解脫的概念 所以這一些 就是說我們不要以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去看 就是 包括導師說 要編排這個雜阿韓經 要用說一切有不原來的概念 那我們要讀雜阿韓經 也要用 也要用這個 佛陀當時的一些概念 包括無我 無我這個詞其實 越到後面越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當我們在解說無我 我們很習慣用大聖的空 那大聖的空解釋的又多了 加入了所謂 法無我法空的概念 那阿韓經在解說無我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佛陀滅後 那麼經過不派佛教 那大概佛陀當時 牽涉的大概只有六四外道的問題 佛陀滅後尤其到了大聖時代 那個牽涉的不只是六四外道 六四外道沒有什麼問題 是六派哲學的問題 那六派哲學的我無我的觀念 相對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就是哲學化了 就相對有這種 那後來你像中觀論宋 還是為是在解釋無我這一邊 很多是針對六派哲學的我無我來說的 那佛陀的阿韓經很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它是針對六四外道的 六四外道還有就是婆羅門 所以你看阿韓經裡面 常常若沙門婆羅門既有我 常常都是這樣講 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 那麼它比較沒那麼複雜 但是我們即使解釋無我 很容易把所有無我的解說都拿來解釋 沙門的無我其實它不太一樣 那這一點就是說 我們要以它當時的這種環境 那麼來解說它原來說法的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即使是無我跟緣起這麼重要的核心 那麼緣起也很簡單 它就是不管是緣起還是無我 都是針對我們這個身心來說的 身心之外的問題其實很少牽扯 牽扯沒那麼多 但是現在我們講的概念就不只是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要解釋盡量都依 其實就是以雜案經原有的概念來講 好 我們就等下看 那這裡是講到菩提心了 所以它講 信根是信 它說 若依諸佛無上菩提所得正信 信根是信佛的菩提 涅槃 與相應部的意義相通 可見菩提心是後代所增覆的 那這個無上菩提 如果這一經文看在哪裡講 不一定指的是阿妞多羅 這個無上菩提 身文也有無上菩提 那就是到了正兒 正兒阿羅他就是無上了 他就… 好 來 第三 雜案經論到禁法滅法變異法時 說到無常者是有為行從原起 設事分解說為無常有為師所造原生 雜案經說到本行所作本所失業 是無常滅法 這個在我們後面都沒有多久就讀到了 設事分解說為諸業煩惱之所造作 那麼這個是有為的原始意義 那我們現在的有為稍微複雜一點 那有為主要就是造作 那麼造作不離開生口意的造作 所以叫做賢 那這些生口意的造作 其實都是由煩惱驅動的 那所以叫做諸業煩惱之所造作 他說這個是有為的原始意義 後來有為就擴大到一切生命的一切法 一切現象 一切現象 比如說金剛經非常有名的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眼 就一切現象都是虛幻的不存在的 那麼這個也牽涉到所謂的人無我法無我 法的概念擴大了 像我們講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這個諸法 那麼在阿含經裡面 這個法 諸法跟一切法是一樣的道理 它是不同的翻例而已 翻證諸法或翻證一切法 一切法無我或諸法無我 這個諸法指的也是身心 這個身心現象而已 那是後來就變到身心現象之外 那麼這個跟布派的論意也有一點關係 就好像說佛法解釋這個身心現象不外乎是運觸界 沒有講那麼複雜 到了布派解釋這個身心現象 那麼乃至於這個世間的現象 不只是身心現象 所以它就我們依據舍論來看 據舍論還是布派的 總結布派的說法 那麼諸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應刑法 就開始加入了很多東西 那麼即使是心法 雜喊最簡單的 就受想形式 簡單講只有這個 那麼再多一點就促 那麼或是促作意 受想師 大概就這樣 那到了布派 就不只是這樣 心法 心所法 有一百多個 就非常多 善法惡法 那麼不定法 就非常的多 那麼開始有點複雜起來 那佛法 就是他 當然他解釋這麼細 就是要 就是要讓他 比較越來越清楚了 就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模糊的空間 但是也有可能 遠離他本來的意義 也有可能 那所以 他講到 這個 他說 雜喊經 多處都異為 他講到 師願 本手師願 是五場滅法 設事分解釋為 諸業煩惱之所造作 極由先願之所希求 與之相當的相應部 相應部特別是在解釋 新手這一邊 又特別複雜 統計部的 你看那個 南傳的這個 阿比達摩 阿比達摩的論譯 那麼解釋 他長的新手 比南傳的 有部的新手 更複雜 更複雜 那更多 新手好像總共有 一百三十幾個的樣子 又更多 那麼他講到 無常有為 緣起所生 師願緣生的意義 雜喊經 多處以為 無常有為 新緣生法 無常有為 新緣生 無常有為 新緣起法 那照理來講 緣起跟緣生 不太一樣 那他這裡講 新緣生 新緣起 以大聖的為新緣起 不是容易混淆嗎 那麼余傑的摄氏分 也沒有說 新緣起 新緣生的 那麼摄氏分是 已經是大乘的了 余傑基督認知大聖的 他都沒有這樣說 那雜喊經說 灰和玉 那這一部經難傳的沒有 那麼菩薩摩霍撒 發心修行 成佛化度眾生 那 他已經講到菩薩摩霍撒了 那當然 這個雜喊經裡面 如果有菩薩摩霍撒 那就是 都是後代論師 基本上有加進去的 不過 他並不是部派裡面沒有講菩薩 有的 那菩薩其實就是菩提煞多 菩提煞多 菩提其實就是 出生時得解脫 就叫菩提 佛是正覺 佛是覺悟真理的人 正確的覺悟真理的人 覺悟 就覺悟就是菩提 那所以菩提煞多 原來最初的意涵 也只是 要 出老病死 求解脫的人 那這個阿漢經裡面 也常常有 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所以佛出現在這個世間 如果世間沒有老病死 就沒有佛 沒有佛法 也不需要 所以 指的就是 要 解決老病死問題的人 那到了大乘 這個佛為什麼出現在人間 就 有菩提跟無上菩提的概念 佛出現在人間 是為了開示誤入佛之之間 就是為了讓大家誠佛 那麼 在阿漢經裡面 佛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間 那 是為了要追尋解脫 那 為什麼說法 要讓大家都可以像他一樣得解脫 其實是這樣 那 到了佛法經 大乘的 他基本上就加上無上菩提的概念下去 那這種都 我們都要很細微才能夠大概會知道 那一般我們都沒有 沒有讀到這麼詳細啊 那導師在這裡 就是 因為 北傳的雜案 不管是北傳跟南傳 那麼都有加入佛派的概念 那佛派有一些也會參入所謂的 大乘的概念 那麼特別是雜案這一部 因為 翻譯的人 他是個大乘的真常唯心師 現在再講這一點 所以 讀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跟翻譯的人 跟翻譯的時代 有時候難免會加進去這些東西 好 那 那 所以他這裡講 一切師弟論說是後有菩薩 最後生的 那講到這個最後生 一生補出菩薩 那 其實概念也很複雜 那 原來是 這個 如果是 後有 就是 如果是佛派的菩薩 那麼 他還沒有成佛以前 他都是凡夫 大聖的後有 最後生菩薩 最後生就是 一生補出菩薩 就是 這一生來 是最後生 這一生晚就成佛 有一點相當於 這個 這個 三國聖者 或是俄國的聖者 三國的聖者 升到五部環天 是最後一生 那俄國的聖者 從 從 天上再來人間的時候 多數也是最後一生 那麼 那一生就要正阿羅漢 他是這樣子的 那麼 這個是 概念一樣 但是菩薩 不太一樣 出國是七次人天晚反 那 原來他就是 原來阿漢經 所謂的菩提 就是得解脫 那 他是七次 極多啦 他不一定七次 有的 這一生就正阿羅漢 舍利佛目見人 正出國 一個禮拜十五天 就正阿羅漢 也不用什麼七次 阿難算是比較慢的 隔了三十幾年 從出國到正阿羅漢 佛滅後才正阿羅漢 佛在的時候 他做試者 他做試者以前 應該就正阿羅漢 他隨佛 做佛的試者二十五年 那之前就正阿羅漢 之前可能十幾年不一定 可能就至少是二三十年 他才正阿羅漢 都是一生就正阿羅漢 但是就是說 最多啦 最多是因為有些在家人正出國 他很忙 家庭事業孩子生意 所以沒有時間休息 雖然已經正出國了 沒有時間休息 升到天上又降伏 下來又忘記 或是沒有人 沒有佛 就這樣 就這樣耽擱了 所以會有七次 那七次也是最多 那那個 那個是多數是依在家人說的 那麼二果 二果是一次 那一次他是怎樣 他是我們先講二果跟三果 那三果是升到五不還天 五不還天 他就不回來了 他就升到五不還天 叫五不還天 怒涅槃 得正覺得菩提 菩提就是正覺而已 有時候也講無善菩提 因為 都就是以解脫 以解脫為主 就叫無善菩提 如果以成佛為主 無善菩提 就是阿妞東有善菩提 他就是成佛 這個就不是無善菩提 所以有時候要分開看 就是 看他是哪一部經說的 他的意義是不一樣 那麼二果 二果一次 他這一次 比如說你們大家都正二果 那麼正二果 他會升到天上 在天上是不容易解脫的 天上享樂 比較沒有佛法 那大多數都是升到 如果三果是五不還天 色戒天 如果二果很多都是道立天 玉戒天而已 玉戒天 所以三果叫不來嘛 不來是不來玉戒 不來是不來玉戒 他有來 一往來 來了是來玉戒 來這個世界 所以他升到天上 再從天上下來 做忍的時候 這個是最後一生 因為他的煩惱已經飽 他的這個失禍 我們叫做見惑斷惑 見惑跟失惑 煩惱原來也沒那麼多 煩惱佛法 阿涵經裡面講的沒那麼多 後來到了佛派 就很多煩惱了 什麼新手什麼煩惱 貪生吃慢儀 那大堆 貪生吃慢儀 也是佛法原本有的 但也就是這樣而已 但就後來又非常多 那麼他再來做人的時候 這個也是最後生 最後生 這一生一定要正阿羅漢 但是他已經是聖者 他已經是聖者 他再來是最後生 好 那 有佛的這個菩薩 他最後生 他是凡夫 那 在菩提樹下 成正絕 但是 大聖的菩 大聖的菩薩 他可能類似像這樣 他是正的無聲法人 他是聖者 他 成佛之前 都在多帥天 因為前面會到三天 那天都在欲戒天 欲戒天 比較長去的 大概就是 多帥天跟什麼天 跟 道立天 就是正二國的 他基本上都在欲戒天 他不在色戒天 這個色戒天是三國 他就不來啦 那 所以 以大聖的佛法來講 他講菩提 講 這個菩提撒舵 他是 他是一生補助菩薩 就是 他是已經正 一生補助菩薩 他再來 他是聖者再來的 那麼相當於我們的惡果 他到天上去 那麼 他再來 再來 成就 他一定會成就 一定 這最後一生 一往來嘛 一往天上 一來人間 再人間就正阿羅漢 就得無上菩提 這個我們仔細看一下 會發現到 其實大聖的這種菩薩的概念 是承接原來生文的這種 這種概念來的 那只是 就是說 後來有部認為 像釋迦佛 他 來的時候是凡夫 但 後來 成了佛 得無上菩提 這個 才成為聖者 在金剛 在菩提樹下 那麼 金剛座上 那麼 得金剛預定 斷最後心 那麼 成佛 得無上菩提 不過 依大聖的說法 就是 他來的時候 已經不是凡夫 他是一生補促菩薩 那麼 這樣說法 其實符合 符合惡果 從天上再來 再來人間 就最後一生 正無上菩提 其實 大聖 不行 不認為 菩薩再來 是凡夫 不是 他是從 他是從多帥天來的嗎 不是凡夫 那 這個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想一下 也可以想個通 大概知道 那 這個 大聖跟僧文 就是 我常常覺得大聖的說法 並不是離開 不 並不是離開 根本佛教的 或是離開原始佛教的 不是的 他是從 原始佛教 或根本佛教的生意 去把它發揮出來 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 這裡講到 那麼 余啟師令說是 後有 那 後有生的菩薩 就是 最後一生菩薩 那 就是 雜阿涵裡面 有所謂的菩薩摩薩的概念 那 這個是阿涵經裡面 沒有的 真理阿涵就比較多了 真理阿涵因為是大眾部的 大眾部 比較多菩薩的概念 雖然都是佛派佛教 但是他強調這個菩薩的概念 那相應部沒有這部經 沒有灰河浴經 那麼灰河浴是在講說 這一條河 那麼 很多人都漂在這個灰河 那灰河其實就是熱河 熱灰 灰河地獄的灰河 那麼 很多人都漂流在這個灰河上 那 有一個人 那麼他不知道要掙脫 有一個人出了這個灰河 一直告訴大家 要趕快由上岸來 不要在河裡面 那大家都不聽他的話 講 講這個啦 就是說 佛 佛是已經出來的 然後告訴大家 要休息 要得解脫 那沒有人在聽 沒有人在信 很少人信 就講這個 所謂叫做灰河浴 相應部沒有此經 菩薩摩薩的稱呼 受到了大乘的影響 不過 每成立一個部派 就有部派所審定集成的經典 那部派不斷分裂嘛 比如說上座部 大中部 上座部跟大中部的 的經典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自己有加自己的東西嘛 或自己有改自己的東西嘛 經是佛跟佛地址都可以說的 所以 會加很多佛地址的 那也沒有問題 律 律只有佛能治 佛地址不能治 律只有佛能治 也只有佛能開源 禁止 佛禁止了才叫做戒 那麼佛開源了才叫做開源 你不可以自己開源 所以律只有佛能治 經 法 就是法的這一部分 所以佛跟佛地址都可以說 舍利佛說的 穆建仁說的 虛伯迪說的 迦璋言說的 佛羅娜說的 都是法 都是佛法 佛是絕的意思 絕者的意思 那舍利佛也是個絕者 穆建仁也是個絕者 所以他們說的 都是佛法 那當然我們偏重於佛法是佛陀所說的法 但是佛陀是絕者 我們把佛陀變成就是釋迦牟尼佛一個人了 那其實法的概念不只是佛所說 佛是絕者的意思 但是佛所以會加進很多經典 這個也無妨 比如說佛滅後很多佛派基本上各有其主 比如說阿難的弟子就以阿難說的為主 大家舍的弟子 加舍這一派就以加舍說的為主 那加舍是重苦行的 所以很明顯的我們的這個儀教經 阿難利這一世的就是以戒為師 阿難這一世的就以法為師 佛滅後以法為師還是以戒為師 就很明顯的就有差別了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佛派他有各種的道理 那我們說這個經是佛地者都可以說的 但是戒律 戒律只有佛能治 即使是這樣 那照理講戒律應該大家喘的都一樣 因為你不能加 那經是可以加的 這誰誰說的可以加 但是律也有各部律 那何況是經 就每一部律講的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早上講這個四分律 四分律很明顯的 關於塔的就多了十幾條 他總共中學法有100條 那關於塔的就非常多條 那五分律一條塔的都沒有 一條都沒有 但是他還有120幾條 他多的都是威夷的 那規矩的很細 他眾威夷 所以每一個律都這樣了 那經也一樣 律是不能加的 不能自己改的 不能自己設開車吃飯的 他都有不同 那法經那就更不用講了 那就是 都會有各部派 各部派 上座部大眾部 法跟律部一樣 那上座部底下 分別說戲 獨子戲 這個說一切有部戲 不一樣 分別說戲底下有四大部嘛 法戰部 畫地部 赤銅牒部 引光部 詞的也不太一樣 你用引光部的 引光部的跟赤銅牒部的 應該比較近啊 但是你們看引光部翻譯的經典 雖然只有二十卷 就別一閘啊 那麼跟這個 跟這個赤銅牒部的 他就是兄弟戲啊 兄弟派啊 跟這個說一切有部 是離得比較遠 那也不一樣啊 所以 這種各個部派 都有各部派的法跟律 就是 有各個部派的經典跟律典 各自傳遲的 那麼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基本上 像南傳的 南傳的這個同碟率 跟北傳的四分率 五分率 那一些主要的 比較重要的 四根本 十三生產這些 基本上多數是一樣 不一樣的是後面的 那經典就不是啊 經典就是 加了很多 屬於自己部派的東西 那前面已經講過 比如說 加了這個 加了這個三四十一種 或現在有 那麼這些概念 那這裡是因為還說到 這個是 求那巴陀羅翻的 那麼有大聖的概念在裡面 這個是異者的關係 那也可能 流傳到那個時代 就加進大聖的概念在裡面了 其實是這樣 那如果是大眾部的 那他就偏重菩薩了 偏重講菩薩 所以真意阿含經裡面 菩薩的概念就多了一點 真意阿含是比較偏大眾部的 好 那這個 我們在欄底下看 所以他說 每成立一個部派 就有部派所審定集成的經典 在傳承的同一中派中 是不可能大肆跟章的 雜含經的修多羅部分 與色四分手一的經本一致 既可以證明 就是 與解釋帝論 所依的 跟雜含經的經本 那麼大概一樣 就是差別不大 只有文具上有一些變化 差別不大 所以他就是說 傳承它不容易變更 但是多少會加一點加一點 那當然經典在長期流傳中 會因死因地 還有因人 其實就是這樣 因死因地因人 而有多少差別 一定會這樣 不要講什麼 但當玄奘大師去印度 留學回來 在翻譯經典的時候 那麼翻譯到 有批評為事的 他也會把它省略不翻 那麼這個 這個多少會這樣啊 那九摩羅史在翻譯的時候 通常很多東西 他覺得不必要 就省略掉了 那這個就是 他還會有因人的差別 那前面包括 這個翻譯雜含的 這個求納巴托羅 他是增長維新的 所以多少有時候 也會偏向於這樣 那麼求納巴托羅 如果唯新大聖之所謂的雜含 就偶有一二大乘明一 然如依此而說 宋一雜含 是大聖佛教時代所完成 那就謬誤 誤謬不驚了 就是說 因為他裡面有大聖的名詞 你就說這個是大乘的 就 因為一個否定掉全部 這個其實就是 包括你在看待事情 就 太離譜了 那就是 並不是這樣的 就好像說 你這個古董裡面混雜了 一兩件現代的 你就說這些古董 全部都是現代的東西 有一兩件仿造 你就說全部都是仿造的 不是 就像這個房子 比如說是明朝的 那 因為現在需要 加了一個現代的電燈 你就說這個是 電燈現在有的 所以這個房子 基本上是現在才蓋的 不是 那個結構它是很明朝的 類似像這樣 所以有些人會因為 這個 這個經典裡面有一些 不是屬於 不是屬於這個 佛法的 不是屬於現代的 不是屬於古代的 他就認為都是現代 或是都是大聖 因為裡面有大聖 他就認為都是大聖的 那麼這最明顯的句子 在於講 比如說 舉個例子 那麼很多人 認為這個 這個人員經 我們有人員做那個人員經 這個人員經是中國人自己寫的 因為文詞還有一些概念 其實是中國才有的 那麼就這樣講是中國人寫的 其實也一樣是這個概念 其實不是 他只是翻譯的人 加進了中國的元素而已 那不全是中國的 不是中國人寫的 中國人怎麼寫 能夠寫出那個人員奏 再怎麼寫 也不可能編那個人員奏啊 那個編要怎麼編 那不是中國的啊 而且一邊編那麼多 那個也不是 那個是造陰編的 可以斷的方圍去印度化的 那中國人沒有辦法編人員奏啊 那包括裡面有很多 五十陰謀的東西 這種也不是可以編的 因為中國人沒有這種概念 但是你不能夠因為裡面 有一些中國的概念 任言經裡面有一些是有中國元素在 那麼這一些 你就說這個是中國人造的 其實不是啊 那麼我們很容易就是 就是以偏概全 好 所以他在你還沒讀 雜喊之前 先跟你講 這雜喊經 偶爾有一兩句大聖的概念 你不要就華語 這個是大聖佛教的 那就算是大聖佛教的 他就不合佛法嗎 也不是 何況他都不是 好 那經典在宋喜流傳中 不免有些出路 就是多少會 多少會傳傳傳錯了 那麼聲音傳錯的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印度也有印度因傳錯的 那麼在抄寫的時候 抄錯的 那麼就更常見了 甚至同一個名詞 用兩種方法 那會讓人家誤會 這個 這個跟那個 原來不一樣 不同的名詞 用同樣的翻譯法 會讓人家覺得 這兩個是完全一樣 常常有這種事 那這種必須要透過比對 或是找到原文 我們才會知道 不然你說很多東西也是不知道 好 那麼說一切有部所送的雜喊 跟中阿喊 在說到未成佛以前 總是說 我亦宿命未成正覺 我本未覺 無上正進覺時 而次同的一部所送的相應部 那麼於中部卻說 我正覺以前未成正覺菩薩時 佛派也不是沒有菩薩 佛派是有菩薩的 不過佛派的菩薩只有指一個人 就是釋迦摩尼 那菩提薩多就指釋迦摩尼 那我們當然到了大聖的菩薩就不止了 只要發心的就叫做菩薩 你如果受了菩薩界 你也叫菩薩 其實是這樣 你發了菩提信就叫菩薩 那麼插入了菩薩一詞 現存的雜喊與相應部 都屬於部派的誦本 從此以探求原始佛法 而不是說經典的組織與意義 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 所以我們才會不斷的說 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 我們現在研究的阿罕經是不派佛教 那麼不派佛教 接近於原始佛教 但是還要記得 原始佛教不代表所有的佛法 不代表根本佛教 它只是攝取的根本佛教 最主要的東西 就是大家這時候結集的 它只是五百阿羅漢 五百阿羅漢是少數的精英 結集的 但是還有多數 多數的東西沒有納進來 那麼 所以 我們要知道 我們所讀的經典 不能夠代表所有的佛法 那釋迦摩尼佛自己也跟弟子說 他有一天到森林裡面 抓取一把樹葉 那 說這個 我所說的法 就好像我手上的樹葉 我沒有說的法 現在像大地的樹葉 那得人生私人生 也用這個批語 那就是說 佛所說的法已經非常多 但是很多是 並不一定是在我們結集的經典裡面 何況佛也講 那麼 並不是只有他所說的法 才是佛法 就是一切能夠成正絕的法 有很多他也沒有全部都說 所以 後來大聖也偏重在釐清這種概念 那 包括後面有很多 是佛說的 不斷流傳出來的 那 發揮他的深意 主要是這樣 好 我們先下課 謝謝